耶律大师创立西辽之前 西域正经历着信奉伊斯兰教的卡拉罕王朝 同信奉佛教的于田高昌回护之间的血腥宗教战争 耶律大师统一西域以后 严禁宗教间的相互攻击和宗教战争 关于耶律大师本人的宗教信仰 《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智菲尼认为 他秘密成为了一位穆斯林 另一位历史学家伊本阿歇尔又说他是模拟教徒 甚至还有经教徒称颂他是传说中的祭祀王约翰 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同信仰的历史学家都愿意把英雄划进和自己有相同信仰的群体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耶律大师在位期间多元文化的再次复苏 正是由于耶律大师这种宽容的宗教思想 景教开始在中亚迅速传播 到了元代更加兴盛 因此景教传教士去世后留下的墓碑 才会大量出现在今天的伊利地区 景教教派传入伊利地区及七河流域后 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争取更多的信徒 在礼仪和习俗上也做了一些变通 曾游历东方的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使臣威廉德·鲁布鲁克维斯 在《鲁布鲁克行记》中写道 我发现一个人 在他的手上似有一个黑色的小石子 因而我断定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如此我就问他 为什么你们这儿没有十字架与耶稣基督的像 他回答 这不是我们的习惯 景教从南北朝时期传入新疆 经过隋唐和西辽宗教政策的鼓励 从中亚到中原的广阔地域中 都涌现出了大量的信徒 公元1143年 耶律大使去世 他在位共二十年 西辽帝国已共传了五位君主 直到公元1218年 成吉斯汗率兵攻灭西辽 西辽故地顺理成章地并入了蒙古韩国 阿里玛里也迎来了更加辉煌的发展时期 在阿里玛里古城原址上的农田里 还出土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文物 其中有一些大小布等的小圆银壁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些银壁上 著有波斯或阿拉伯文 有一些还标注了回历七百二十七年字样 也就是说 这些银壁是公元1327年所著 公元1327年正是元朝大一统的时代 忽必烈当上了中国的皇帝 马可波罗行迹的出版 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 东西方的交流 促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 而在伊犁草原上 查和台韩国的韩王们 开始频繁地更迭 他们对忽必烈开创的元朝 有时反叛 有时归属 经过考证 这些大小布一的货币 就是查和台钱币 历史上关于查和台韩国的记载并不多 但在新疆各地出土的查和台韩国的钱币 大大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 反映出当时的经济繁荣程度和社会安定状况 那么查和台韩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公元1227年 蒙古韩国的版图已经包容欧亚大陆 成吉斯汗开始册封诸子 其中西辽原属土地 包括天山南北路 吉金阿姆河 西尔河之间的地区 封给了二太子查和台 查和台由此建立了查和台韩国 查和台韩国立国四百五十年里 几乎每一位韩王在位时都发现过自己亡名的货币 从数千枚出土的钱币上 人们发现标明的造壁地点设计有九处泥上 其中阿里玛里是造壁最多的地方 这和它始终是韩国政治金融中心所在地 大有关系 这间出土于阿里玛里古城遗址的 元代青花凤头流扁之湖 是1998年一位农民从自家农田挖出的 青花凤头流扁之湖 是元代青花的代表作之一 这种类型的湖是继承了宋代风格 把湖的头尾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扁湖 显得生动美观 元代 通知者在景德镇设立浮量磁局 所生产的青花磁主要用于外销 由于路途遥远 交通运输工具又非常落后 磁器运到阿里玛里是极为不易的 磁器的来源 有随蒙古军队带来了日常用品 也有部分是皇族使用及赏赐磁 其次是元代民间商人贸易运输而来 当时元代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 东西方使节和商人早与西域阿拉伯等国家通商 经由陆路通往西方的交通线别的非常重要 蒙古军队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 是中国陆路交通之繁盛远超前代 处在东西方商路上的西域 商人还是活跃 中国磁器和丝绸一样 在古代输出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